大家好,我是炳利軒鹹政總廚陳德江 今天教大家一道家庭月趣 淮山鮮白蝦,長客途炒蝦人 材料豐富,做法簡單,開氣,家裡嘗嘗 今天我們主要食材有鮮蝦,拆殼去腸 鮮白蝦,淮山,長客途,甜豆,薑蔥 開始了 先下油,包包的薑和蔥 好了,我們就下水 再加水 再加上淮山 淮山是南軟的,大概煮兩分鐘 好了,差不多加了兩分鐘 我們就下白蝦 繼續下豆仁 我們買回來,只要中間的豆仁 這樣就可以倒出來,就隔西 做下一個動作,就加點水 滴一滴,白醋 灑一灑個,長客途 長客途,因為有少許,你不灑過的 有少許,這個腥味,稍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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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稍 好,我們夾水 我們準備下一個動作 好,我們夾水 下油 爆香的薑 蔥 紅蔥 蒜蓉 蒜蓉 現在就可以處理鮮蝦 鮮�蝦開始轉色了 亦都聞到些蝦的鮮味 我們現在可以下 煮好的食材 加少許雞粉 加少許鹽 根據個人口味 亦都可以加些冬脆 又或者加些黑椒 加上幾條蔥 然後燒酒 再炒兩炒 好,準備上碟 淮山鮮百客 長客圖炒花仁 完成了 再炒一炒 太子 了解 再炒一炒 快炒一炒 快炒一炒 感谢观看